下锅炸得滋滋 坐向速吹鸡排 每到下午人潮排满满 但三倍券即将上路 摊商反而担忧起来 会啦也会啦 也会多少多少会卡住 摊商担忧资金周转 意味一份55元鸡排 如果客人用200元三倍券支付 就要现金找零145元 平常只要准备2000零用金 等三倍券上路 每天恐怕得先带电5000元 加上7天后三倍券才能换到现金 3.5万金流被卡住 但两天进一次获4000元金额 恐怕也得用现金 庞大金额摊商都得先自己出 是四五千块要啦 就是变成翻一倍了 对对对对 一般零钱拿来我就直接找 也是一直问人家有没有零钱 我也不曉得 他们会不会收啊 如果他们不收的话 你们变成还要额外再多准备啊 不止机排摊 水煎包摊一颗卖10元 如果用200三倍券只买一颗 要找190元 得准备的零用金更是庞大 从3000元飙升到17000元 一星期被卡住几十二万 我要找他190元 等于是我要 身上要准备很多很多的钞票 来找给他 那这样子就对付我 造成我的困扰啊 大概要再多3000 会啊一定会啊 会比较麻烦 三倍券可能造成的周转问题 所有摊贩都哀嚎 一盘饮料平均45元 三倍券最小面额 得找155元现金 过去得准备7000元零用金 再增到1万元 一星期过去卡住金流 加进货 都准备8.5万跑不掉 三倍券要振兴经济 但毕竟不是现金 摊贩7天后才能领到钱 就怕庞大现金流压垮小摊商 纾困每一大大折扣 只有陈旭李一璇台北报道